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我们都知道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大长河 它蜿蜒曲折 奔腾壮阔 留经九个省自治区之后 最终注入了渤海 李白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就是对黄河最好的描述 而虎口瀑布一直被人们认为 是对这句神来之笔的最鲜活的注视 然而寒冬时节虎口瀑布呈现出的却是另外的一番奇特的景象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冰挂奇观 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呢 这些柱状的冰灵只出现在瀑布斗坎下游附近的岩壁上 瀑布的上游还有离下游较远的河岸都没有这样的冰挂 这是为什么呢 黄河基字型河道缓缓流淌过广袤的北方大地 当河水到达极限和宜川县交界处时 河道瞬间变窄 河床突然降低 出现了气吞山河的虎口瀑布 然而每年到了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节 虎口瀑布会呈现出另外一番别样的景致 冬日的黄河水虽然没有了夏季里泥沙巨下浑浊不清的水色 但是瀑布的跌水仍然形成了咆哮的水花和蒸腾的水雾 宛如一层悬挂在半空中的白色木墙 在形成瀑布的岩石斗坎边缘 倒挂着一根根巨大的冰柱 形成了一片片壮观的冰挂群 这些倒悬的冰柱最长的达到了十米以上 最短的只有几十厘米 绵延不断的冰挂群从瀑布的水帘开始 一直向下游延伸了一千米左右 几乎将岩壁整个包裹起来 摄影爱好者们告诉记者 虎口冰挂这种奇观十分罕见 柱状的冰铃只出现在瀑布斗坎下游附近的岩壁上 为了验证这一说法 摄影组先后向湖口瀑布上游和下游进行考察 确实都没有发现倒悬的冰挂 那么为什么冰挂机关只出现在汹涌澎湃的湖口瀑布附近 又为什么越靠近瀑布冰挂越密集呢 为了解答一系列的疑问 山西省区域地质调查队的专家来到了湖口 对这里的水文地质情况展开了科学考察 徐昭雷 山西省第三地质工程勘察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在山西省从事地质科考工作数十年 经过一番考察 专家发现 在湖口瀑布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冰挂 一种面积较大 洁净纯白 构成了湖口冰挂群的主体 而另一种往往离河道较近 但是颜色暗淡 体积也相对较小 专家建议考察组在黄河河道中采集了水样 经过对比 徐昭雷发现 这些颜色暗淡的小型冰挂 正是黄河水直接凝结形成的 就是黄河水流进那个盐坡的时候 颜色面上的一种灰土都冲刷下来了 所以看起来透明度不高 它的命运含有比较多的泥脂 徐昭雷对策 在湖口瀑布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灰黑色冰挂 是含有泥沙的黄河流水直接冻结形成的 而大多数冰挂却晶莹洁洁白 杂质含量很少 没了能更近距离地接触那些巨大的白色冰挂 考察队员们穿上了防滑铁链 踏上了冰挂群上方已经冻结的河岸 站在湿滑的岩石上方 不一会儿考察队员们就发现 水流跌落形成的水雾出乎我们的想象 短短几分钟 每个人从里到外的几层衣服都已经湿透 虽然十分寒冷 但是站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一道彩条 飞驾东西 横跨在滚滚洪流之上 向导告诉我们 这就是湖口瀑布最为著名的奇景 霓虹通天 徐昭雷拿出了一张纸巾 不到一分钟 纸巾就吸满了水分 专家发现 纸巾上毫无泥沙和杂质 于是专家推测说 脚下那些洁白的冰挂 很可能是布布的水雾 在岩壁上凝结形成的 由于水雾本身不含杂质 所以冰挂色泽洁白 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测 考察组在附近找到了两块常见的岩石 一块是灰紫色的泥盐 还有一块是灰绿色的粉沙盐 准备通过一个试验 看看这两块石头 在瀑布雾气的面前 能不能形成冰挂 考察组把这两块石头 放置在了冰挂上方的河岸上 然后就开始守候观察 经过了一天一夜之后 考察组发现 放置的这两块石头 只是在面向瀑布的一面 结了一层薄薄的冰 晶莹剔透 但是并没有形成垂旋而下的冰挂 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雾气不能直接地变成冰挂 它只能形成岩石表面一层薄薄的冰霜 看来冰挂是雾气凝结而成的这种推测 它不能成立 那您说这些倒挂悬崖的冰灵 它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正在此时 附近的村民告诉考察队 在湖口瀑布以东 十千米外的山谷里 还有一条黄河之流 清水河形成的瀑布 那条瀑布虽然规模不大 但是周围也结满了冰挂 也许到了那里能够给我们的科考 带来某种启发 在穿越了茂密的野生荆棘丛后 靠沙族终于到达了谷底 这时大家发现 中际的阳光将整个河谷照射得十分温暖 一条小河竟然未曾风冻 向导告诉我们 这静静流淌的水流 就是黄河的支流清水河 在溪流的上游 岩壁出现了村民所说的冰挂群 这里的冰挂 虽然没有湖口瀑布旁的冰挂秘笈 但是在阳光的照射下 也让人感到玲珑剔透 美不胜收 在山谷尽头 一条飞蟹而下的瀑布 赫然出现在考察队眼前 查阅资料后 专家告诉我们 这个瀑布就是清水河流经断崖陡坎时 水流跌落形成的景观 那么清水河瀑布所形成的冰挂 是否对我们揭开湖口瀑布冰挂群的绅士之谜 有所帮助呢 这时专家发现 在峡谷中 紧连瀑布岩壁上的岩石十分特别 它们呈现出了凹凸不平的层里状排便 在瀑布的左侧 形成内障的微地貌 一个突出一个挖进去的这种地貌 它是由于颜色硬度差异形成的 徐昭瀑解释说 这里的山体 本是由若干层 软硬不同的岩层堆叠形成 在经过千万年的风雨的侵蚀后 较软的岩层风化严重 而较硬的岩石则向外凸起 形成这种像泪条一样的地貌景观 在山谷的中部 专家终于找到了两种岩石的交汇处 据此专家判断说 正是沙岩坚硬而泥岩松软 两种不同硬度的岩石 岩石差异风化后形成了 沾谷内部的泪状地貌 此时考察组观察到 较为松软的泥岩的表面 似乎有些湿润 它为什么是湿的呢 地下水的海量相对高一些 它有一系列的湿液 离线那么多 所以升进去了 所以看起来湿的 徐昭瀕进一步观察后发现 岩壁上凡是倒悬着冰挂的位置 几乎都是这种岩石 专家说 它似乎已经发现了 山体上形成冰挂的地质原因 沙岩的地下水渗出来 碰到泥岩挡住以后 渗出来形成的 铺布两侧有 咱们这周围四周的地面都有 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 徐昭瀕进一步解释说 清水河在峡谷的上方流淌的过程中 不断地向周围地下渗透 成为了附近地下水的补给园 地下水沿着两种岩石之间的 裂系不断渗出 最终形成了冰挂 因此峡谷中冰挂的来源 其实正是被沙岩过滤后的地下水 那么湖口地区冰挂的成因 是否也与地下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呢 考察组再一次回到湖口瀑布 但是却无法到达那些 挂满冰临的岩石的进前 在这个时候 有一位老乡告诉考察队员 说在那个瀑布旁边 有一个天然的洞穴 当地人都称它为龙洞 这个洞先是垂直向下 然后又水平延伸 下到这个洞里 就能到达瀑布水帘的下方 当地人经常会通过这个龙洞 去采集那些高大的冰挂 这可是个好消息 考察组按照老乡的指点 真的就进入了龙洞 刚进洞穴 专家就有了新的发现 上面干的一点都没有水 上面是一个都从外流 岩壁上居然出现了潺潺的流水 专家徐昭雷说 这里出现这么多的流水 说明附近地层中 地下水资源十分丰沛 如果继续向下行进 也许还有更大的发现 果然向下行进不一会儿 洞穴出现了水平的通道 而通道的尽头竟然豁然开了 这里是一个向外延伸了近二十米宽的平台 湖口瀑布飞泻的水流 近在咫尺 岩洞的对面正是湖口瀑布数量最多的冰挂群 奔腾的湖口瀑布正从岩洞的上部飞流而下 在水面积起大片的水雾 站在平台之上 考察组发现 头顶的岩壁上挂着许多冰挂 冰挂上还有水滴在不断地流淌下来 专家告诉我们 这些顺着冰柱流淌的水滴 就是冰挂能够不断长大加粗的原因 那么这些水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徐昭蕾开始在周围的岩壁上 寻找水滴的来源 不多久 他在一条岩石裂系中 发现了一些绿色的物质 专家判断 这些物质是一种绿藻 正因为这里常年不断地流水流渗出 才能够生长这些绿色的藻类 那么在湖口瀑布背后的岩壁中 地下水是如何渗透出来的呢 专家继续在岩壁上寻找答案 专家考察后发现 原来湖口瀑布附近的岩石 都是由沙岩与泥岩构成的 沙岩孔隙度大 透水好 黄河的河水 能够不断地流入沙岩之中 然而 当地下水遇到泥岩之后 由于泥岩本身较为致密 孔隙很小 地下水无法再继续下渗 于是就在泥岩与沙岩的交界面上 一点点渗流出来 这些渗流出的地下水 一部分逐渐冻结 就形成了一根根冰挂 湖口瀑布 气势如此恢弘的冰挂群 足以说明 这一带沙岩中 蕴藏着多么巨大的 表层地下水储量 经过考察 专家发现了 湖口冰挂形成的基本规律 可这个时候 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 原来考察组 在考察的过程当中 听到了当地的一句俗语 什么呢 就是小雪凝流 大雪风河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在冬天最冷的时节 湖口的尖冰 能够覆盖整条的河流 这可是好事 而2016年的冰挂 没有这么多 凡是冰挂减少 那就预示着 来年这个庄稼要欠收 事实真的像老乡们说的那样吗 为了调查清楚 冰挂的多少 和来年粮食产量 到底有没有关系 考察组查阅了极限全制 在这里面有详细的记载 说是最近的一次 严重的庄稼欠收 是1993年 那一年全陷大旱 粮食作物减产严重 而在1992年的冬天 湖口的确出现了 冰挂减少的现象 说那一年 冰挂的面积 比2016年还少 如此说来 老乡们所说的 冰挂减少 来年庄稼 就会欠收的现象 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 问题是什么呢 是这一冬一秋 冰挂多少 与粮食产量的多少 它们之间 究竟有这一争 怎样的关联呢 专家带领考察组 在湖口瀑布周边 展开仔细的考察 在瀑布上游 约十几千米的河道上 成群的白色大鸟 引起了大家的好奇 只见它们 体重约为十千克 体长在1.2米至1.5米 颈部弯曲略成S型 专家告诉我们 这是十分珍惜的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脚比较短比较粗 嘴巴是扁的比较短 所以从这两个特征来比 那它应该是天鹅 专家告诉我们 这种天鹅的学名 叫大天鹅 是天鹅种群中 体型较大的种类 它主要以水生植物为食 偶尔也捕食罗类 等小型软体动物 徐昭雷推测 很可能是由于湖口一带 黄河水位降低 使得河流中心 出现了大片可供天鹅 栖息的河滩 这既能为这些飞鸟 提供安全的环境 又方便它们在河中觅食 于是 这些迁徙途中的候鸟 将这里当成了一个 休整的驿站 专家推测 2016年 湖口瀑布一带 黄河中游的水位 很可能处于历史的较低点 查阅相关水文资料后 专家发现 在过去的20年中 几乎每年冬季 湖口一带的流量 都稳定在600立方米每秒 然而 2016年 附近的流量 只有大约400立方米每秒 徐昭磊告诉我们 正是流量减少 黄河水位降低 导致沿层中 地下水位的下降 而沿石中 地下水储量的减少 才是冰卦群 明显减少的原因所在 那么 在老百姓眼里 湖口冰卦的多少 为什么能预示 来年收成的好坏呢 在这里我需要解释一下 冰铺这个概念 冰铺是因为天气寒冷 水流到了低于 零摄氏度的地表之后 与沿石冻结而形成的 一种自然现象 国内外有很多的冰铺 我国比较有名的 你比如静泊湖冰铺 还有九寨沟冰铺 这个瀑布水凝结成冰 突然没有了往日的喧嚣 这同样也会产生一种 震撼人心的美 2012年的冬天 湖口瀑布的两旁 几乎被厚厚的冰层 全都覆盖住了 两边的冰卦 一直向瀑布的中心延伸 最终合并到了一起 形成了冰铺河桥的现象 专家告诉我们说 形成冰卦多 甚至形成这样的冰铺 这就说明了这一年 黄河的水量 以及岩石中地下水的储量 都比较大 而2016年的冰卦少于往年 这说明黄河水的流量 相对就少 那么岩石中地下水的储量 也就会随之减少了 徐昭蕾解释说 黄河湖口瀑布的地形 在地质学中 被称为古中古地貌 它是黄河在两侧 本已形成的河谷中 遇到松软的沙岩 和地质作用形成的裂隙 再次切割河床中的岩石 在水流作用下 经过后期的多次崩塌 形成了更深的草谷 而这种草谷 就是所谓的谷中谷 黄河的流水 一年四季不断地进入岩层之中 并且不断地向周围的 岩石土壤中浸润 然而 一旦遇到水位极低的枯水年份 黄河两岸的岩石中 含水量也会随之下降 偏低的地下水位 不仅导致了 由渗出地下水形成的 冰卦数量减少 更会直接威胁到 来年春耕时 农作物的发芽和出苗 进而导致来年庄稼的减产 正因为如此 当地百姓们才期盼着 每到冬天 能够见到冰卦遍布 甚至凝流风河的景象 小雪凝流 大雪风河 考察组围绕着当地的这句农宴 逐渐地将虎口冰卦的秘密 一点点地解开了 其实在咱们国家 类似的农宴还有很多 你比如说唐代诗人苏巡 在他的变间论当中说 月运而风 楚润而雨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如果晚上您看到月亮周围 有一圈的光运 那么第二天 一般就会刮大风 如果房屋地基下面的石头 突然变得潮湿了 那么很可能不久 就会下雨 还有 你像朝霞不出门 晚霞行千里 日运三更雨 月运五时风 还有像八月十五云遮月 正月十五雪打灯等等 这些农业在今天 可以说都有着 非常宝贵的科研价值 它不仅仅有利于农业生产 也为整个自然科学 提供了研究的方法和课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